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棉花精亮播种机 这种播种机呢 下滴灌带 附膜膜 附土和播种 这么几个步骤 可以同时完成 株距是在9公分 一窝里头只有一粒种子 所以称了个精亮机械式播种机 这叫 第一个程序 它这是一个两米多长的一个横杆 也就是一个像个靠尺一样 把它这个土能弄拼 保证这个后面 都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光面 然后后面紧接着 这是个镇压滚 就像个擀面条一样 它就是能把这个前面 高低不平的这个土 碾压平 接着下面 它是这个铺地关带 三个地关带 同时铺到这个薄膜底下 然后这个圆片呢 它是切个槽 把这个薄膜边压实 这个斩膜滚 它的作用是把这个 比较松散的膜 它给展开 展开最大 一个也好看 再一个覆盖面有光 这个小小圆片嘛 它就是把刚展开的膜 先压一小部分土 先给把这个膜给固定住 然后这个圆滚筒 它是能把这个土均匀的 撒到需要的地方 这个点种器 这是播种机的 最核心最关键的东西 它能保证 每一窝只下一类种子 保证每一窝都有 也不能多也不能少 它现在基本上能达到这个要求 因为这个农业要求 每一窝棉花就需要一颗就行了 多了也没必要 多了也要拔掉 所以这个精量 这就是它播种机的核心部件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